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章七到九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感谢神的话语 好 今天万牧师给我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是要讲夫妻 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正好也是在重点讲如何做父母 如何做好家庭 有这么一个系列的讲道 包括我们有一个营会 这个营会也是办得非常的成功 有100多人参加 有很多很多福音朋友 来一起学习如何做父母 在不同的阶段 大孩子怎么教 小孩子怎么教 那么万牧师说你讲夫妻吧 我想对啊 其实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 就是夫妻的关系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没有遥控 直接可以做 时间非常短 所以我先第一讲 他们以后就在我们教会上个星期正好讲了 这个这段讲 这个讲道 那么下星期也还是我讲 我会讲第二讲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的第一部分 我今天只讲一个部分 什么部分 妻子如何对丈夫 实在是没有时间 再讲下一步 好下一章 我们正好在我们教会会经历一个结婚的高潮 在今后的两个月之内 两到三个月之内 我们有两三对夫妻会在我们的教会 就在我们的教堂里举行婚礼 那么也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们说这正好这段时间 实际也很好 讲如何做夫妻 如何做夫妻 每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们 还是年长的朋友 都会有一个梦想 就是有一天能够牵着自己心爱的人走进教堂 成为夫妇 无论是有风雨 下一章 还是有痛苦 两个人都在一起 下一章 无论是幸福还是快乐 两个人都希望在一起分享 这好像就是一个婚姻的很完美的一个概念 那么能不能做到呢 这个就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夫妻之间 都会有不和 经常吵架 好像跟我们这些漂亮的图画 合不到一起去 那么我们今天下一章 所用的这段经文 以夫所书 第五章22到33节 诠释了做夫妻之间最深层的奥秘 这个奥秘不是在这个字间这么简单的 这里面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 非常的深奥 咱们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下一章 这段经文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四个层次 第一 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位的 第二 妻子要顺服丈夫 如同教会顺服耶稣 第三 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 更如耶稣爱教会 为教会舍命 第四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合为一体 今天我们只讲上面这两条 下一章 那么 第一条是什么 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位的 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这一条 很多人可能会站起来说不对 血缘关系是第一位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在家庭当中 似乎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 这点我好像也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是有证明的 这边大家 可能自己的 有些有失灵的父母 有生孩子的 我们现在在过去三年 我举一个例子 叫NIPD的这么一个实验 这么实验是干什么的 以前我们在怀孕的父母 怀孕的母亲身上要做 做什么呢 要做Done Syndrome Screen 也就是说唐氏针的筛查 唐氏针的筛查怎么做呢 是要在10到12个星期抽血 12个星期到14个星期做超生 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去计算你的probability 你的可能性是多大 你得唐氏针的百分比是多大 是1比20万 是1比10万 1比100 1比20 1比10 1比10的话就是非常高危了 我们猜的 75%的可能性 过去的三年 我们用了一种新的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比较昂贵 其实也贵不到哪去 400块钱 400块钱 因为为什么你要做糖氏合适混合筛查 combine这种test也是350块钱一样 差不多 这是什么实验 这个是在你母亲怀孕10周的时候抽母亲的血 抽完了血了以后就可以从母亲身上去探知这个baby的血细胞 这个厉害 而且baby的血细胞他拿出来以后可以测你的基因 这个基因测出来一下子就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为什么 我们一下知道你这个baby里面的基因到底是什么 我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糖氏针 也就是21三体 而且不光是如此 18三体我们也可以测 13三体我们也可以测 你是男的女的我也可以测 10周啊 10周我们现在就知道 你的孩子的基因是XX女孩还是XY男孩 或者有不幸的只有一个X 这个孩子到了20岁他是怀不了孕的 或者是XXX 对不起他也怀不了孕 或者说XXY 这个可能是属于他们所谓的真的同性恋 像这样的东西 他可能百万分之一极少 全部都可以给你测出来 非常的准确 那你放回来想一下 你妈妈身上永远都流着你的血 试问 咱们全世界现在有80亿人口 把咱们所有的人类全部加在一起 要上万亿的人口 没有一个没有妈的 对不对 这妈身上永远都流着孩子的血 所以这就解释了 如果你们家孩子在哪出了事 当妈的第一个有感觉 对不对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对劲呢 我得给我孩子打个电话 哎呀 果然你没吃饭 果然你没想要睡觉 果然你考试没过 你在那哭呢 对不对 你妈妈都有这种感觉 这是有科学证据的 科学只不过是发现上帝的创造 上帝创造这个血缘关系 非常的重要 所以母子之间的关系 母女之间的关系 被很多人都误认为 是家庭当中的第一关系 以至于我见过的啊 妈妈陪自己的女儿睡觉 可以陪到18岁 可以陪到18岁 很多妈妈 哎呀孩子小吗 哪有的 五岁呢 五岁了还睡在一起 五岁睡在一起 他不能自己睡吗 再说的 哎12岁 12岁了你还跟他一起睡 18岁 18岁你还跟他一起睡 你跟你老公什么时候睡在一起啊 你这些当妈 你就光当妈了 为什么 因为人太注重这个血缘关系了 而却忽略了婚姻当中 一个家庭当中 最最重要的关系 是什么 是夫妻关系 不啊 人家说 你这不对啊 夫妻关系真的是第一吗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近有部电影 叫Crazy Rich Asian 很多人点头 这边看电影都多啊 这个 看电影 还是要看电影 我喜欢看电影 我想那天一大早干嘛来着 我们九点半订了一场 就跟孩子们去看电影 昨天乖翻到我没事做 看电影 看电影很有意思的 电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电影是很多很优秀的人 把他们的想法放在一起 为什么 他表现一个社会现状 讲得很深刻 在很condense的这么一段时间 一个半小时 把一个故事讲得很清楚 这讲的什么意思啊 讲整个新加坡地产的大富豪的儿子 爱上了纽约城市 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教授 一个小姑娘 一个教授 已经很棒了 在我们眼中 这么年轻的小姑娘 就已经做大学教授了 很厉害 但是在人家家族 这个眼中 你什么都不算 你算什么 你妈等于私生子把你生下来的 像这样的女人 我们家族不能要 妈妈就要站出来 为了家族的利益 生生要把他们两个人给拆开 这个电影演的 前前后 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到最后 是她的儿子 选择放弃你的家业 都可以 我一定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我这样的故事 不就是所谓的像灰姑娘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 这种童话故事 不都是这样吗 为什么 人家说这个是有毛病 为什么 这明明是血缘关系最重要啊 你为什么要去 找这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女人 跟她去结婚呢 有道理吗 没道理 一点道理有没有 可这个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你发现没有 咱们当中人 几乎都结果婚了 几乎都结果婚了 你想想你们那个时候 找到自己的老婆 找到自己的老公的时候 为什么 有理由吗 我喜欢看大话西游 这个爱情有理由吗 不需要 有理由吗 没理由 为什么要爱 不知道 不知道就爱了 这就对了 这才叫爱 对不对 要有理由的爱 还叫爱吗 问题就出在这儿 咱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家庭 真好不错 不错 就是她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有血缘关系没有 完全没有 但她却是你们家庭最重要的基石 非常奇妙 两个人 两个完全性别都不一样的人 走到了一起 你说两个人 我们两个 这个 这个 为什么 两个人为什么要离婚 我们两个不一样 废话 你们俩能一样吗 一样那是双胞胎 这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两个人连性别都不一样 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你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你穿着也不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可两个人却能走在一起 这是什么 中国人说 这叫天意 对不对 这缘分 那我就问你 什么是天意 什么是缘分 中国人的天是什么 天是什么 皇天上帝 北京天坛 我原来天坛医院 就在天坛旁边 为什么叫天坛医院 就在天坛旁边 对吧 每天早上起来 去打待机拳 总要往那个天坛 天坛公园跑 我们就买月票 买年票 往里冲 冲进去留 就玩打拳 然后到处跑 就老到他那个 那个大殿里面去看 那个大殿里面 啥也没共 就一牌坊 那牌坊写什么 就四个字 皇天上帝 这是中国人老祖宗 所敬拜的 是上帝 中国之处 被称之为神州 也在于此 是上帝的地方 所以天意是什么 是上帝的安排 所以在圣经里面 人类的第一关系 是什么 夫妻关系 亚当 一个人很 很孤单 上帝说 你一个人独居不好 我给你弄出一个妻子来吧 所以让他睡着了 全麻 我们医生说的全麻 全麻倒下以后 取下他的肋骨 啪 克隆出一个 还不光是克隆 是真造出一个女人 所以人家常说的一句话 女人是上帝最后的创造 所以最完美 对不对 所以女士都很漂亮 男士就没有女士漂亮 这是肯定的 对不对 因为上帝造的最后 最完美的就是 就是女人 那第一个关系是什么 上帝要拉着 下巴的手 走到亚当的面前 说这是你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她是女人 是给你做妻子的 我这是第一关系 夫妻可是第一关系 是兄弟姐妹吗 是母子吗 不是 这第一关系 才是最稳定的 例子 这血缘关系 兄弟姐妹之间 闹得最不开心的 就是兄弟姐妹 你说是不是 好像是血缘关系 我们就是最紧密的了 错 太错了 哪个打仗的 不是夫妻 不是兄弟姐妹 圣经里第一个 就是该隐杀了亚伯 都是亚当下巴的孩子 两个孩子崩 凶杀案 人类第一件凶杀案 也是那个时候发生的 所以你说 一定要说血缘关系最重要吗 不对 现在还在跟自己孩子 睡觉的妈妈们 回去跟你老公睡 这个不对的 第一个 那 夫妻关系是最重要 我们说了 但是 如何维持 这个夫妻关系呢 这个就难了 这个非常难做 但是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是上帝亲自 给我们做了个例子 上帝给我们 做了个例子 有人说天意 我想知道天意是什么 怎么知道 算命 我去占卜 挑大神 等等 都可以知道天意吗 不对 为什么 圣经在哪 圣经身上就有 为什么 因为天变成人的样式 两千年 两千年年前 已经来到我们人世 给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 这人是谁 耶稣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风风满满 有恩典 有慈爱 耶稣 就是我们想知道的那个天 而且 他把上帝的意思 活出来了 我们总在说 英文总有一句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 经常有问的一个 这件事情发生了 哦 不大概怎么办了 Oh think about it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 耶稣在你一个情况下怎么做 为什么会做这么话 从来没有人听过说 Oh What would Buddha do 没有人说 一个佛会怎么说 为什么 释迦摩尼是弃家离子 坐在菩提树下 悟出来 所谓的人生道理 是什么 悟出的道理 It's a theory Theory你信吗 我们现在谁信theory 你有theory 我也有theory 对不对 你有道理 我也有道理 你有假说 我也有假说 有的是假说嘛 对不对 可耶稣从来没有 耶稣说 我活出来 所以耶稣说 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因为他活出来了 你菩萨活出来了吗 菩萨没有 耶稣活出来了 所以耶稣在我们夫妻当中 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人说啊 耶稣好像没说夫妻这事 他没结婚呢 对 耶稣没结婚 但我们却要看这一部分的经文 是什么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你的头 如果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有意思 为什么 基督是把谁当妻子了 我们 所以基督 耶稣没结婚 耶稣没必要结婚 他的妻子是最完美的 是用水洗过的 是没有皱纹 没有疾病的 是什么 是在末世的时候 他回来 呈现给他 他们 呈现给他面前的 毫无瑕疵的教会 我们就是他的妻子 这里的意思深了 所以 我们做妻子呢 当效仿如何教会 敬拜耶稣 教会爱耶稣 做妻子的 你就想想 你是如何在教会爱耶稣的 你就该去如何爱你的丈夫 他有没有做出例子 有 耶稣这个例子可大了 不是咱们凭啥想的那么小 但他又可以小到 让你可以去跟随 这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要尊重去敬拜的神 所以 是不是底因 夫妻关系 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 在上帝的眼中 耶稣与教会之间的联姻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 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关系太重要了 耶稣来到世上 到处的传道 见到可帮的人 就帮 他发出怜悯的之心 医治宽恕 他怜悯心灵谦卑的人 斥责心理骄傲的人 他让天生没有眼睛的人 长出一双眼睛 让瘸腿的放下拐杖 立即行走 得热病的立志得医治 完全能够好转 甚至让已经死了多天的人 复活 从坟墓里走出来 这是耶稣 耶稣 可以让风浪停止 听他的生命 他拥有这么大的能力的 一位救主 却宁肯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他的妻子 死在十字架上 他可以下来 他没有 他选择要去牺牲 这是我们的救主 这也是一个丈夫 爱妻子的态度 是我们应该去学习的 我们做妻子的 顺服丈夫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乍一听起来 很难听 很多人都说 妻子凭什么要顺服丈夫 这妇女运动都一百多年了 你还在提这个 破丝旧吧 对不对 你那叫讲的啥呀 我告诉你 妻子就要顺服丈夫 顺服这么一位丈夫 为你舍命 极其有能力 但却把自己 confine 到一定程度 要把自己 框到一个程度 变成人的样式 来迎娶 来迎娶她的新娘 这是耶稣 他做的牺牲有多大 不配得你去爱她吗 不配得你去顺服她吗 妻子顺服丈夫 是天道 是上帝让你做的 你说我自己能力比我丈夫强多了 而不是说你能力多强 是你如何做你都得顺服你丈夫 这是上帝让我们做的 听起来很不符合现在的这种道德伦理 但实际上非常重要 我把话放在这 如果各位姐妹 今天听完了这个道 回去说 我就顺服我的丈夫 无论他怎样 我顺而且服 我顺服他 我跟你讲 你忘夫 真的 你可以忘夫的 大家懂什么是忘夫 对吧 忘夫 心旺 对了 可以不是王 是心旺 是真的可以让你丈夫非常的飞黄腾达 不是让他有多少钱 这个是忘夫 你可以有忘夫相的 知道吗 只要你顺服 那圣经里是如何描述 妻子如何忘夫的 我们来看一看下一张 真言书 第十二章第四节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如果你不够好 你就让你的丈夫腐烂算了 真言书第三十一章第十节说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才德的妇人 英文怎么说 the noble character a wife with noble character noble 才德 你想顺服丈夫 我就听她的就想她什么事 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你顺服丈夫 顺服 是什么 是动词 是名词吗 是形容词吗 是动词 你要做 顺服 是要做的 第一步是先别跟你家孩子睡在一起 回去跟你老公睡去 第一步 后面还有 下一张 要怎么做 才德的妇人 这段经文非常的长 上帝 写在圣经里 才德妇人的标准是什么样子 哇 大家看完这段经文 可能会觉得 我的妈呀 这个很难做啊 我来给你讲一讲 怎么做 真言书第三十一章 十一到三十一节 我不干别了 我就读经 好吧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去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 从远方运粮而来 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了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分配 给女仆 她想要得田地 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 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诉腰 使臂绑有力 她觉得 所经营的有力的 她中夜不眠 她的手碾着线 手拔房仿车 她张手周济穷人 伸手帮助贫穷的人 她不因为下雪 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 珠红的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的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码 和紫色的布所做的 重点啊 她的丈夫 这样的妻子 她的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慎 接下来 她做细麻衣 出卖 又将腰带 卖于商家 能力和威严 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情景 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 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 总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都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才得的女人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最后一句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人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 在城门口荣耀她 这是财德的妇人 好做吗 不好做 这要求高吧 这要求高 妄夫怎么妄 这么妄 这妄夫 这个妄夫 财德的妇人 下一张 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财德的妇人 你要怎么做 三条 第一 定义跟随丈夫 无论贫穷 无论富贵 无论疾病 无论痛苦 一生相遂 永不后悔 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凡事都出于神的美意 第二 勤奋做工 管理家务 如同管理一个庞大的公司 又像女王管理一个国家 事物繁多 要做到事无巨细的去管理 第三 开口就要有智慧 这是女人最缺乏的 开口就要有智慧 我告诉你们怎么做 咱们慢慢讲 慢慢讲 第一 定义跟随丈夫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点 现在还有多少在婚姻 那个登记所的地方 去登记结婚的人 还有多少的妻子 是想着我这一辈子就跟他了 我敢说只有50%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离婚率是50% 动不动就离婚 因为你结婚的时候 就没想着持续下去 我见过很多 可能是因为我见到病人很多 我们先感谢神 我们这是 万博士说了 我的诊所的病人 已经排到我最少两周以后 才能看到我 两万多个病人 在我们诊所 相对于整个摩尔本人口的0.5% 那么多的病人 来到我们诊所信任我们 都是信任神 我见过很多夫妻 这些夫妻来 做婚前检查的 多吗 我诊 定义要跟随他的 一直要下去的多吗 我诊 出轨的人都 我诊 多 太多了 我说你不是这个大公司的老板吗 对啊 是我 不能说是谁 我这也是谁 你老婆我见过 啊 哎呀 说起来很复杂 来帮他的孩子做 他的孩子 哎 是我的孩子吧 多了 有多少人真的是抱着那个纯洁的心去走进婚姻的殿堂的 你的动机就不对 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娶到一个有钱人 或者是嫁给一个有钱人 当他没钱的时候你会不会离开他 会 如果你嫁给这个男人是因为他漂亮 如果他不漂亮的时候你会不会离开他 如果你嫁给这个男人是因为他非常的优秀 如果有一天他衰败了 你会不会离开他 嫁一个人要理由吗 不要理由 不要理由就对了 有理由就错了 定义跟随 白头偕老 似乎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没有人再听了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世界上所有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 百分之八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离异呢 百分之九十八是因为他们的家庭不合呢 我原来在Norzen做psych 我很感谢神 原来就像万牧师说的 我很骄傲的 在ICU里做医生 是所有医生当中最强的 你也会算数 一天到晚骂的就是那些最牛 最瞧不起别人的surgeon 那些外科医生 老百我妈 他们看着我就害怕 又出什么事 我们出来就指责他不对 很牛的医生 我们最看不上的就是GP 上帝居然让我去做GP 所以一个最高的那个塔 蹦一下下来 让我down to earth 这个其中还要磨练我 磨练我什么 说你的资质还不够 哇我做了十几年的ICU 还资质不够不够 你去精神病 哇我让我去精神病科 都要去精神病 去老年科 去老年科 那时好痛苦 又干了六个月 但是就在那六个月当中 我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我非常感谢神 我去精神病 这个Northern Hospital 就是他们精神科的这个住院病人 全是精神分裂 严重抑郁症都少 全是精神分裂 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地踩病史 给他们写病例 写大病例 结果发现 99%的人 都是因为父母离异 父母有问题 父母关系不好 家庭关系不好 兄弟关系不好 姐妹关系不好 导致的结果 全是啊 你离婚的时候 就没有想到过 你孩子会是什么样吗 就那么短视吗 你想我高兴 我就高兴了 我一甩神 我走了 你是能走啊 你孩子怎么办 你要负责任了 所以离婚 是一个非常非常 害人又害己的一个行为 定义跟随自己的丈夫 怎么定义 第一啊 这里年轻人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注意 如果你们家有孩子的 可以回去跟他们讲 第一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得把眼睛擦亮点 别到时候你挑一个 你自己不喜欢的 谈恋爱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一个 你真的是上帝 给你安排的人 而不是说因为他有钱 而不是说他自己 为什么 他有绿卡 或者说他有PR 我嫁给他 我就可以有这么一个身份 不是因为这个 也不是因为他家里面特别好 不是的 你恋爱的目的 是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 是给上帝给你安排的人 牧师说了 他那本书里写的 我跟我太太 我问太太真的是 我们俩在大学认识的时候 我们俩啥都没有 我呢 也没有漂亮的外表 我到现在也不怎么漂亮 一样的 这个黑呀 这人又黑又瘦 小干不豆 我太太呢 也说了 是他们班里面最不漂亮的一个 那就需要高户吧 你想那个时候 北京头一次能够有护理 能够这个大专的护理 原来都是中专嘛 现在是大专护理 后来有大本了 原来都没有大本 只有大专 我们第一批 整个那都是花园 我们大学的时候 这医疗系的 在看那个护理系的 哇 天天跟蜜蜂踩蜜 呜呜呜呜的 就是那护理都是漂亮姑娘 那简直是 哇 花园一样 所有的蜜蜂都那么多的 就我 我挑他 人家说 你们俩怎么会凑在一起 又不郎才 又不女貌的 你们俩 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大家不信 再往下走 能看出我在哪儿吗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这是大学生的我 没啥好看的 人家现在说了 是我太太 你是怎么把万医生 给搞到手的 然后他现在又有钱 又有力外 又是神的仆人 又给讲道 什么什么 你怎么弄的 我们俩一起走过来的 好吧 我们当时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们只能到大食堂里 去买那个最便宜 五毛钱的 五毛钱的豆三鲜 这个 你只能买那个 你怎么办 看到人家花两块钱 去买的小灶 又口水都流出来了 我天哪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吃了一小赵 没钱啊 那个时候都那么混过来的 我选我太太 不是因为她美貌 是因为我知道 她是上帝赐给我的 我太太选我 也不是因为我漂亮 我聪明 比我聪明的多了 我全班考试 大学投礼年的时候 都考的很差的 还有一半不及格 你说说 她陪着我过来的 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们两个走过最低 最低最低过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 可以说是 她找我 根本不是图我有啥 我找她 也不是为了她的美貌 她漂亮 她们家里有钱什么 什么都不是 就普通双职工 我们两个的家庭都很普通 没有互相可以炫耀的东西 跟我们两个可以走在一起 这是天一 这是上帝的安排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 能够有22年 我们马上还有个12天 就是我们两个22年结婚纪念日 也是我的生日 那么很多人都很羡慕 说你们这么多年 累积出来这么多的财富 可能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现在上帝可赐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同样的会捐给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拿回来我就给 拿出来我就给 感谢神 人家都很羡慕 怎么站起来的 因为我有一个定义跟随我的太太 她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没有放弃 在我没有PR的时候 她没有放弃 她放弃了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 因为我来到澳洲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万牧师知道 是万牧师帮着我太太写这个写作业 有一次写作业 写Simon 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写Simon 都是万牧师帮忙的 那什么都没有 我移民是靠她移民的 不是我移民的 是我太太移民 才把我带过来的 所有的东西不是我有什么 有多棒 我现在站在这讲 是我太太在支持我 因为她从来都定义要跟随我 无论我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生病 差点死在医院 大家都不知道 万牧师在这之前 一个星期圣灵感动万牧师 一个电话打 翻例 你不能再那么上班了 咔挂了 咦 我说这是万牧师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让我不让上班了呢 我一个星期上八天班 不停的上班 不睡觉的 就这么上班 上到最后有一天 蹦打了 人家都说你可能是脑门炎 要下病 没通知书 然后给我做腰穿 给我做这个 这个核磁CT 做血培养 一天做四次 找不到病医 全靠祷告 弟兄姐妹祷告 一锅汤 一锅汤的送到我家门口 我太太跪在石板上祷告 说 天父爸爸 如果你救她 我就把她献给你 爷爷 我说这个生意倒挺好做的 你说你倒不不陷你 陷我呀 你救了我 陷我 他做完这个祷告 他平安了 他说我好了 上帝医治了万利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我昏迷状态在医院里面 那么上帝就真的是医治我 一天一天好转 一天一天好转 到最后上帝真的是把我拉出来 真的是要用我了 因为他的祷告 因为他定义跟随我 所以定义跟随 无论如何 是我们做妻子最重要的第一步的功课 要去学 定义跟随 可以做到最好 做到什么 不是说为了 为了让你变得最好 为了你定义跟随 你就怎么样 不是的 双方互相成全 如果你定义跟随 两个人永远不分开 你把这个心放死了 永远不提离婚这俩字 我跟你讲 你们会互相成全 Perfect each other 你会让对方变得完美 我来到澳洲的时候 我太太馈到了一份 非常收入 非常丰厚的工作 她当时已经做到 外企的一个大区的经理 两千年 那个时候我们想买什么房产 就可以买什么房产 但是因为我在这边要读博士 她放弃一切来到我这边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但我的太太会经常说 她终于做回她想要做的人了 我成全了她 我也感谢她 因为她成全了我 让我做到我的最好 她也是让我让她成为最好 这是婚姻的基石 是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的 能够bind together的东西 是要成全对方 定义跟随 第二 这个难了啊 勤奋做工 勤奋做工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我请问大家 有多少妻子 每天走两万步以上 有吗 举手 大家都有记不去了 现在 手机都能记不 对吧 两万步的 有吗 我太太 我她只上班一天半 她其他时间都在家 照顾 照顾家里 管教会 各种各样的师父 每天在家里走路 两万步 你该想 她要做多少事 能管理多大的事情 凡事事无巨息 你都要去做 而且要做好 不能呼吁 敷衍 敷衍没用 敷衍是做不好的 我又没有她的支持 我走不到现在这一步 你是要全心的去做 如果人两个人说偷懒了 咱们出去吃饭吧 你可以吃 吃吃吃你就高血脂了 人家说懒了 行了 咱们俩就看电视吧 今天晚上 行 行了 老不运动 那就糖尿病了 这个是 为什么上帝要这么设置啊 why 你为什么乱吃 你就可以得高血脂 你为什么不动 你就得高血糖啊 很有道理的 这个是很深的里面 上帝让你去动 让你去做到这一步 你就没事 你身体会非常好 一定要做勤劳的妇人 一个妻子 要把你的家当成一个企业去管 你的家就会成为一个企业 如果一个妻子把你的家当成一个国家去管 你的家就是一个国家 你信不 现在说话说到这儿 你们可能没有感觉 以后你们就会知道 妻子要努力的在家做工 不可偷懒 我再把这个话说得更深一层 从我们的经文当中去想 谁是耶稣的妻子 你可以偷懒吗 如果你认为你受洗了 你就买了一张去天堂的门票 对不起你 大错特错 你要好好做耶稣基督的妻子 你要去管理他的国 基督徒是要每天走两万步以上的 你要去奔走神的国 为神做工 为神去传福音 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不停地去做 你对得起你在天上的丈夫 这是我们做妻子 要学的功课 要勤劳做工 第三 也是我们最难学的一个功课 口出智慧 有很多姐妹马上就说了 我很专一 对吧 我也很努力 早出晚归 可是上班之后 还要管理那么多的家务 够忙的了 忙的时候 她老公还不来帮我 我在这都忙得一塌糊涂了 我老公还在那打游戏 这怎么办 这一步就重要了 为什么 要口出智慧 有些人 很多妻子就说 哇你这个废材 这个不行 不懂事的东西 你还不赶快给我过来 干我 等等等等 那我今天要教你什么呢 口出智慧 这么说 你能不能从你丈夫身上 看到优秀的地方 能吗 要不然你怎么跟他结婚呢 对不对 一定有吧 有 你就夸那个有的地方 好不好 做个协议啊 要夸你他有的东西 你看看他变成什么样子 同样一个scenario 同样一个场景 你可以整个把战局给转过来 怎么战局转过来啊 他在那玩游戏 你在这做饭 马上孩子还没管 怎么办 你可以偷偷跑过去 跟他说一声 老公啊 你辛苦了 我知道你上班真的是很辛苦 给大家挣钱 给家里拿回这么多 真的不容易不容易 休息是应该的 玩会玩会玩会 玩会玩 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以后 你得出来帮帮我 这我本来我数学就不好 这孩子的数学 你帮最合适了 你很帮 你是我们家里数学最好的 你帮帮他 帮帮咱们家孩子啊 晚上有奖励 你看你老公干不干 说话要有智慧 同样的事情 你也得做 你为什么不做的智慧一点呢 做的智慧一点 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你老公会被你牵着鼻子走 对不对 口要出智慧 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 真言书就是这么说的 真言书上说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舌上 有仁慈的法则 一幅所述又说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露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什么意思 别吵架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动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误会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就好 这个功课不好学 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就好 为什么 要听见的人得益处 要听见的人得益处 你不跟你骂你老公说完了 你觉得他得益处了吗 他不得益处好吧 要被你骂完了 他心里一肚子的活 而我今天刚被老板给骂了 好回来还挨你骂 我最讨厌的就是管孩子 你还让我管 我又不会做饭 你让我做饭 他肚子里一堆的话 对不对 你让他得益处了 没有啊 但是你 翻回来说那个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老婆最好 就是承认我 我被外面 我受欺负了 你看我老婆都爱我 对不对 这就是有益处 让他听到了 他能得到益处 而且要随时说什么 有人说 我说的是实话 我不能撒谎啊 我就说我看到的事情 难道不是事实吗 非必 你只说了 partial truth 是一部分的事实 你没有看到他那部分的事实 对不对 所以你说随时说造就人的话 反而才是说实话 不是说你这个人有多圆滑 而是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就好 为什么 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并且他的目的不是为此 他的目的是后面一句话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是在please the lord 你是让上帝开心 你这么做 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开心 你这么做 是为了让上帝开心 为了神的缘故 弟兄姐妹 有些姐妹们 我劝你们 要说智慧的话 你要夸夸你们的老公 好吧 他们配得你们夸的 好好夸夸他们 是 如果丈夫是犯错了 你稍微炖一下 再发火好吗 不要马上 就激光枪就冲出去了 你炖一下 祷告一下 然后用神赐的智慧的话语 结果大不相同 还有人说 夫妻的老夫老妻了 哎呀说啥呀 我不愿意说 他也不愿意听 我跟你说啊 老夫老妻反而更要说 越是老夫老妻 我们最羡慕的是什么 最小姑娘呢 最羡慕的就是看到 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甚至上百岁的老人 互相牵手就在一起 对不对 你以为那个牵手那么简单呢 那个后面说了多少话 两个人才能牵起手了呀 给你们做那么好的一个秀 把还能照个照片放在网上 让大家看着流眼泪 哪那么简单呀 那后面做了无数的功课 这个女人是非常智慧 才能走到这一步的 你知道吗 男人活不久的 你知道吗 没有女人 男人少活十五岁 平均 男人离不开女人呢 所以不要小看你们 你们这个话 可以把你的男人 给建造起来 同样一句话 可以把男人完全打死 你们这张嘴 是最有用最有用的武器 不是说女人的温柔 是最有用的武器吗 是 但这张嘴 却可以颠覆你这个小的国家 可以让它完全上起来 妄夫 也可以完全摧毁一个丈夫 要靠你们这张嘴 怎么说 最后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下一张 有一本书 这本书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叫爱的五种语言 这是我们教堂的 这个主任牧师 借给我太太看的一本书 叫爱的五种 我当时觉得我就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 爱的管道不一样 你说我是说了一些好话 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丈夫 到底他 他言由不尽 我怎么说他都那样 一块石头 还没用 脑筋不动 等等等等 你有好多好多理由 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 是你的方法不对 怎么方法不对呢 你没有用他能够接受的一个东西去接受他 爱 有五种语言 这五种语言 第一 肯定的言词 有些人就很喜欢听肯定的言词 你知道吗 有些人就喜欢这个 因为他不喜欢别的 第二 好品质的时间 我太太最喜欢的 我现在知道 他是好品质的时间 我给他送礼 他不要 我夸他 你别瞎说什么 别老夸我 但是我太太最吃的那套是什么 就是要陪他 所以我们两个这么长时间以来 最后我从做GP开始 中午我一定要有一段时间休息 为什么 跟我太太一起走路 断练身体 我们每天走一个小时 外面要走个七八千步 转回来 然后我们一看 走了五公里六公里 可以交流很多 为什么 这段时间是我分给我太太的 不是需挣钱的 No 不重要 重要的是和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 他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时间 所以一定要花时间陪他 但有些人就喜欢接受礼物 你给他送时常的送一点礼物 他就会觉得 我觉得我太太很爱我 你就时常的送点小礼物 他就好开心 有些人是服务的行为 比如说你给他做碗汤 他就特别喜欢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要自己去找那个button to press OK 做妻子的 你要去找你丈夫身上那个钮 你摁了那个钮 他就跟着你走 你得找到那个钮 身体的接触 很重要 很多男人 只有身体的接触的时候 他才会被你press the button 所以 你要做你该做的事 这男性健康 女性健康 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了 OK 但是这个button你要press 那么如果你的男人只喜欢好品质的时间 那在他打游戏的时候 他心里怎么想 去一天到晚回来就做菜 根本就不陪我 一天到晚就陪孩子 他又不陪我 哇 那你该怎么做 你知道这个button的时候 你刚才说了那套话以后 你一定要 批出一段时间来 多陪陪你的丈夫 他不会玩游戏的 我跟你说 他宁肯陪你在一起 因为他需要的是好品质的时间 如果那个button在那的话 所以 这是机关来的 机关按钮 就这五种语言 回家自己好好的去揣摩 揣摩到了 你一摁 管用 管用就多摁 多用 灵活运用 灵活运用 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你的老公就跟着你了 做好妻子 好 我们做妻子的 下一章 丈夫 和妻子 关系是第一位 第二 妻子一定要学会 顺服你的丈夫 如同教会顺服耶稣 下面 这是我们的重点 今天讲的重点 如何做财德的妇人 第一 要定义跟随丈夫 第二 勤奋做工 一定要勤奋 不要偷懒 第三 开口叫有智慧 找到你丈夫的那个button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 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灵 我们可以在人前谦卑祥和 倒是到了自己爱人的面前 倒是到了自己爱人的面前 却做不到 我们能在您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愿意按照您的话语 做好我们自己 求您的圣灵随时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看顾我们的言语行为 让我们在自己的家中 做好我们的本分 主啊 也求您帮助我们的教会 让更多的人 在教会中 勤劳努力地做工 活出您美好的见证 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不至于羞羞愧愧 愿您的旨意 成全在我们身上 如同成全在天上 我们以上的祷告 也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对我圣灵明求 阿们